方架太极拳 方架太极拳有100多个动作 当中有很多是重复的 不同的动作 总结起来 腰、腿、垮的动作 只有十几个 其他就是配合着手上的动作 有其他变化 所以我现在想把几个主要的 腿的动作做个宿命 在十几个腰、腿的动作当中 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 一个动作就是上部的腿 现在我就来说一下 上部的基本要领 那么进步跟退步 是怎么个动作呢? 就是从基本的态度之始 这个我们说后坐始 这个神要求就是 膝盖在脚尖的后面 身体基本垂直于地面 100%的力量 重力在后腿上 这个是虚的腿 两个腿要平行 你不要一个旋、一个后腿 脚尖向上 你要感觉到 这个垮肝脚 脚上是一个 垂直于地面上的一个轴 很稳定 后坐式 怎么保持杀生正直 在臀部 要往一手 鸣门 出来 保满 公共神 两个脚是平行的 跨关键 跨关键 到脚 脚上这根爪 要垂直于地面 你感觉到 100%的重力 很稳定 有大腿 还有这个前腿 支持 膝盖 也是要在脚尖口 后面 脚跟到头顶 要是一分之先 上部跟推部 就是在这两个姿势当中 脚盖 有座式 脚外面 公骨 有公骨 在转发位 坐式 这就是上部 或者在往下进步 这个怎么转 臀部 挖胸 鸣门 挖后腺 鸣门要出来 不能臀部出来 臀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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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准备 还秀明不出来 动作慢一点 你可以挤回到自己的平和状态 跟了解自己每一个关键 控制每一个关键的运动 算了 挖前移的时候 用这个脚 摩擦地板 往前推 把重心往前移 不要蹬 一蹬你的上肢 重心就往上跑 要摩擦 往后推 使中心往前移 重心在往前移的时候 左腿伸直跟右腿弯曲的程度 速度要下配合 这样就是垮关键 在同一个水平上 往前移 如果这个腿伸直的快 这么弯得满 垮关键就提升了 等到你最后一弯 卡关键就又下降了 这样 你的重心就高高地劲 不稳定 这一个人要看 这两天要平行 不要因为 又会不止大 又会不止小 再往前移 这样的空子平 按拼子 垮下打开 不止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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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百分之一百从零件这里 在上部移到,重心移到右边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三点 脚尖 膝带 垮 要一条线 不能这样 全部歪到外面去 腿部外套在那边去 腿部又来到这里 这样走的话,你的中心就不稳了 伤心就 不是保持一指线 所以一定要这三点要 在一条线 这样你的重心就在这个腿上很稳 开垮一点点把重心移到 每次公布完成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这个脚湿度的平行 两个脚的平行 甚至基本已经平行 你还是要有这个意识 要 精正一下 要很确信这是平行的 这个一个小动作 实际上也就是 调整垮的平衡的 很重要的一步 扶着你的垮就回往外面 在做上部动作的时候 最经常发生的问题就是 重心跨前移 还没有百分之一百到 移到前前移 已经进走 很着急的 把这个 脚跟踢起来 甚至往前移 准备往前移 跨步 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状态是很不稳定的 所以在前往前移 重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注意自己 重心移动的状态 一定要等到 重心百分之一百移到前腿 后很稳定 后腿已经完全虚掉了 这个时候 你再把伸直 竖起来 这个时候也不要 也不能移动重心 不要往前滑 百分之一百 伸直 垂直 稳定中正的以后 右腿 轻轻的脉 这个时候还不要移动重心 一定要等到这个脚跟着地 这个时候你才把你的重心挖起 吸引入 Research 把血 整个词 感觉到百分之一百稳定的 吉本上 这个垮鬍节 脚后部分 在連寫垂椎的地面 你能感覺到你的重量是直接的壓在這個腿上,很穩定 要壓在這個腳上,很穩定 這個什麼? 你在哪裡? 要身之塑震 這個就是,動這個腿就不會影響任何身體的平衡感 不會有要動 這個就是你完全放鬆這個關節 要是你不能放鬆這個關節 這個關節的戰動,不會影響任何體的其他部分的狀態 心靜的方便 壓好 感谢观看